大家好 欢迎收看 政经最前线无码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张宏林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美中之争现在当然越演越烈 从我记得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原本看起来这个只是单纯 也许从贸易方面的这些拉拔 最后演变成包含在政治上的一些角力 外交上的角力 到最后军事上的一些对峙都有 当然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一直在看美中台 如果把台湾加入在几周 有人会很浪漫地说 台湾不要摄入这两只大象跳舞 把台湾甚至认为可以自身 在世外但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台湾可以自身在世外吗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美中之间 或者原来中共对台湾就存有一些敌意 许多的这些统战的认知作战的部分 一直不断地就在侵扰台湾 所以台湾在内部到底是单纯的 大家认为美国有问题 还是某些时候这里面都有恶意刻意地 在制造这些以美仇美的部分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角力 但不管怎样总归就表示台湾非常的重要 不管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想我们今天就好来了解 继续来谈这问题 因为我们认为这问题也非常的重要 总是还是看到有许多部分 包含在台湾内部 尤其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这种对于敌人 对于所谓的竞争对手 还是分不清楚的这些朋友来讲 我们觉得还是很希望 透过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 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 明老师你好 宏林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老师我想一开始就很快地来谈到了 到底美中在吵什么 就是说在台湾真的可以这样跳脱吗 就是有我刚刚提到 有很多浪漫的人会觉得 我们台湾不要去加入他们的纷争 台湾就好好的在旁边看就好了 这有很多有趣的一个说法 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美中在争什么 台湾要不要卷进来 或能不能不卷进来 我们后面再说好 我们先谈你问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 这几年来美中到底在争什么 要谈的问题就不能只看拜登了 就得回到这个川普时代 当然可以回到更早 不过我们回到川普应该够用了 川普是2017年上了台 他当然大家觉得还是商人出身嘛 所以他首先看到就是 美国在跟中共做生意 这么多年当中吃亏了 为什么呢 贸易逆差太大 中共赚我们太多钱 所以我们想办法平衡一下 这个真的可能是他最早的想法 可是当他对这个问题理解越来越深入 他发现 哦 还不只是说这个贸易不公平 中央还有更多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得一层层注意到 所以从这方面很快就跳到说 中共在偷窃我们的科技 第一个案例就打中芯科技嘛 第二个就打华为嘛 我们过去节目上讲过 所以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从这方面就引申到科技战 为什么呢 中共在偷我们的科技 所以我们要一场科技战 他用偷科技的方式 想办法来弯道超车 公平竞争没问题 但是弯道超车 然后偷科技办法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开始打科技战 当然我必须讲就是科技战 现在都还在打 还在进行当中 这一阵子不是美国又切断了 中共的很多这些科技的输入吗 就是本来有些东西可以卖给中共 现在不卖了吗 然后有些公司你能干什么 我现在不让你干了嘛 然后就加了很多限制 好这是科技战 再一个是金融战 金融战当然比较具体的例子 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美国一直在观察 然后几次是欲言又止的 就把中共拿掉了 拿掉什么呢 没有指责中共是一个汇率操纵国 这个东西我把它说到 就是很明确的金融战 但是在这个之前它毕竟还是有一些 这个金融战的动作 比如说这些中国大陆企业 你在华尔街上市 你上市过去我是对这个 你的这个审计会计制度 我接受你们国内的审计会计这个结果 后来现在发现不行 因为你们搞鬼太多 所以必须我来审计 现在我告诉你我给你3年的时间 然后3年之内你要准备给我审计 不让我审计的话那你就要下次 现在这个机制已经启动了 所以这是金融战的一个部分 第5个部分就是我们过去讲过 美国慢慢注意到中共开始用大外宣 开始渗入美国社会 去买广告买报纸搞什么孔子学院 孔子讲堂 然后用其他方式搞点所谓的 文化交流等等 其实都是打文化战然后打外宣战 好 再来第6个就是利用这些过程 去渗透美国 在渗透美国过程当中 去分化美国的社会 挑起党派之争 挑起这个黑白之争 最重要挑起什么 挑起左右之争 美国社会原来就有左右 中共现在就是用更阴柔办法 去支持左派去强化左派 然后去挑战右派 而这个策略坦白说 你不能说它没有效果 它是有效果的 现在我们也慢慢看到就是 中共开始要收割这一块了 再一个就是价值观之争 最后的就大概通常讲的 就是美中争霸战 所以你要问我说美中到底在争什么 大概这几块最重要吧 不过老师刚刚听完之后 就会觉得说不是争台湾吗 不是台湾地理位置很重要 台湾是第一岛链 过去我们说美中之争 就在争战略位置争什么 因为老师听起来您所说的这8点 却没有争台湾为什么 应该说这个争台湾是包含在其他几个当中的 比如金融战 台湾是科技的重镇 是晶片重镇 这个是政治之一 然后这贸易逆差台湾有个转口贸易 那么这也一般算在里面 那么再来就是争霸战 争霸就是台湾是一个争夺焦点 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先来谈 我先谈什么呢 我在谈说从你的问题另外侧面我们来看就是 台湾对美国有多重要 这个大家可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说 我为什么要去保卫台湾 或者为什么台湾值得我保卫 我记得在这个川普败选拜登上台之后 拜登上台 拜登是去年1月上台的 3月大概3月3号左右 我忘了准确的时间 差不多那个时间 3月3号左右拜登政府发了一个 就是国家安全战情草案 那后来去年他又把那个草案就正式 今年就把它正式这个写出来写定了 不管是草案还是最后定稿呢 对台湾是这样定的这样定性的 他说我们非常真实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虽然是一个非共产的关系 但是我们把台湾看作是 美国的重要的第一经济的伙伴 第二民主政治的伙伴 第三更重要安全伙伴 美国过去讲台湾是重要的经济伙伴 民主伙伴这个都没错 但是把台湾提到是这个安全伙伴 很少讲得这么重 而是三个排在一起 这个讲了两次 所以你必须看见 而且美国在多个法案当中 不管是战略竞争法案也好 或是晶片法案或其他相关法案当中 你都可以看见美国把台湾的角色 越拉越高越拉越高 最近大概就几个礼拜前 布林肯讲话 布林肯讲说台湾非常关键嘛 所以大家想说那只是嘴巴上讲讲啦 他到时候不一定怎么样 不是的 如果一个政府在反复这样讲到 最后他放手的话 你可以想到他多难看 美国的商务部长也好 然后那个叶伦也好 都出来讲过说台湾的晶片 跟台湾高科技对美国有多重要 那个罗曼德几乎是 我不能说他气急败坏了 但罗曼德至少是非常高分败地讲说 台湾对我们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大家知道吗 我们有百分之大概七八十或八九十的 高阶晶片都跟台湾购买等等 我们不能没有台湾 这话讲得是非常重的 那意思就是说丢了台湾 那美国的这个商业活动跟经济活动 基本上要停下来了 所以简单说台湾是美国的这个 高中阶晶片的主要供应国 这话绝不为过 然后现在不管从军工生产 到民生用品到最后实际打仗 晶片都是不可或缺 你看俄国打仗这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说护国神山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只看护国神山也不准确 我们还是回到美国的话 从美国看起来台湾是美国的 经济的然后民主的跟安全的伙伴 是要讲最准确的 所以刚刚提到那8点 现在没有直指台湾 回过头应该说 这8点里面就含有台湾的一些影子 在某些部分来讲 台湾就扮演在其中重要的一些角色 所以当然浓度这么高 当然必须要捍卫 不过当然以美论者又说啦 可是你看去年2021年8月的时候 美国撤出阿富汗多没道义 当初说要帮忙 到最后这个弄得一团混乱 当初甚至连帮忙他的人都来不及逃出 所以台湾你看着吧 你的下场就会跟阿富汗一样 美国到时候这个只顾自己的利益 然后落荒而逃 你基本上也没那个能力来保护你 从这角度我记得当时 在那个当下我们在节目当中 老师也反驳这件事 我不知道经过这段期间 当然这个俄罗斯俄乌之战 也改变了一些大家国际上的一些情势 从目前来看老师会觉得还是如此吗 还是会反驳觉得 美国不会这样子抛弃台湾 大概不会 然后美国也不敢抛弃台湾 我们再慢慢解释一点 不过你现在问的问题核心就是说 对美国而言阿富汗的重要性 跟台湾重要性是否可相比 对不对 或者说台湾重要性是不是超过阿富汗 应该这样说绝对是不一样的 第一美国从来没有讲过 阿富汗是经济的 然后是政治的 民主的或安全的伙伴 美国从来没有把阿富汗提到这个地位 这第一个 第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撤得是非常难看 这点我们都同意 但是当时有个估算 美国隐约也这样讲 但是不敢讲太透 甚至讲太错 他不管怎么讲都丢脸 美国的意思就是 我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我收回力量可以更好地对付中共 美国没有真的这样讲得这么白 但是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的 这话谁帮他讲白了呢 人民日报跟新华网帮他讲白了 人民日报跟新华网 居然有文章出来讲说 美国在阿富汗的时候说 就是要来对付我们中国的 这话讲还真有道理 这话讲得很准确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当然讲了一点 这个话倒很少有人去回应 但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什么呢就是美国在阿富汗丢脸之后 他在台湾不能再丢脸 这个是很奇怪的 这个是你得从这个美国角度来看 这事情才比较清楚 你想想看如果美国在阿富汗丢脸了 他在台湾再丢脸或别地方再丢脸之后 美国基本上不用混了啦 所以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你不要说世界霸权 作为世界大国来说 你都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那时候阿富汗撤军 美国侧很难看他自己也晓得 那时候是去年8月多嘛对吧 8月初到8月中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过没两天 拜登就被访问 问了就是问 就是美国记者就问的问题 拜登说我们这个对于 北约的这个同盟条约的第5条 我们是信守的 我们是有神圣的誓约的 什么叫做这个第5条呢 就是当我们北约的盟国被打的时候 美国要出动北约的力量去保卫这个国家 要保卫这个被打的国家 也就是我们的北约盟国 然后话锋一转向说 日本也是南韩也是台湾也是 你说日本也是南韩也是 我都有点点惊讶了 因为你讲日本我可以理解 因为他每日安保 你说南韩也这样子 那我有点惊讶 虽然你有美韩的这个安保条约 我都有点惊讶 但你把台湾加进去 那就可能不是乱想 所以大家当时反映什么 老翻天失言了 他要老糊涂了他就讲错话了 好如果拜登讲了第二次 大家就觉得说他可能真的是老翻天了 失言两次了 讲了三次讲了四次之后 大家不觉得他失言 大家觉得说他是有意法 的话讲出来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台湾很多人不相信 中共是相信的 中共绝对相信说拜登不是失言 拜登讲的话他真的就是 或者保卫台湾 所以将来我们要打台湾的话 我们就必须把美国介入 甚至美日安保的介入要考虑进去 这一次你说中共演习 对台湾演习 8月初对台湾演习 你说美国有没有出兵 荒唐的是我上个礼拜 还听到朋友跟我讲说 这个我们很担心 将来中共打台湾美国不出兵 我说这次演习 人家美国都来了你没看见吗 他说我没看到我没注意到 我说美国来了三艘航空母舰 来了一大堆船摆在那里 中共不敢过雷池一步 然后这个演习军那个飞弹演习 也只打半天打三个小时 这你都没看见吗 你都没想吗 他看见了还没想通为什么 因为被中共的洗脑教育 跟粉红给抵消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节目上 一而再再二三讲 就是告诉大家说 中共在台湾搞你所谓的 疑美论跟丑美论搞得铺天盖地 你真的想清楚你听到什么资讯呢 资讯是谁问你的 就老师刚好提到 美中对抗中台湾很重要 前面也有询问 我想可能大家还会想要知道 再深度一点 是不是可以老师再补充 把这部分 再把台湾的重要性让大家知道 也许也让大家有自信一点 好吧 我们刚刚讲到说美中在争什么 我们不是数了几点吗 第八点是美中争霸 美中争霸是一个很抽象的话 很具体来说就是 当两大国的争霸的时候 他们怎么争霸呢 他用一切可以用的资源 挑选一切可以打的领域 然后一切可以对抗的战场 我都来对抗 我是如此做 你也是如此做 双方都不会客气的 双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松手 你到南太平洋我就到南太平洋 你到乌克兰我就到乌克兰 你到欧洲也到欧洲 你到西班牙我也到西班牙 你到台湾我也一定到台湾的 就这意思 所以在美中对抗当中 第一是全领域全方域对抗 这是第一个 第二如果你真的要挑地理标的的话 大概两个最主要 一个是南海一个是台湾 南海重要性我们讲过了 台湾重要性我讲过了 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谈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国际关系当中 我们提过的观点叫做热点 我们在节目上过去也讲过 什么叫热点呢 就是国际上有个地方 特别是有个地理问题 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这地区对某些国家非常重要 当甲乙两国 这对抗了甲乙两国 甲国跟乙国对抗 这两国都认为这热点很重要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做呢 当甲国从左边介入的时候 乙国会从右边介入 当甲国从上方介入的时候 这乙国会从下方介入 双方都会介入 也就是双方都不敢 不敢让这地方真正落到对方手中 因为乙国会认为这个热点 如果落到甲国手上 那我就麻烦大了 甲国认为这个热点 如果落到乙国手上 那我就麻烦大了 所以双方都会争夺它 最后结果就是这个热点地区 空前难受 但空前安全是 其实我讲过多次的话 所以我讲的话背后是有国际关系理论在这里 台湾就是这么一个热点 我刚刚不是讲到说这个热点的标的 地理标的有两个吗 一个是南海一个是台湾嘛 大家看到美国跟中共这段时间 这几年要争南海真的很凶了 我们在前年年底就不断跟大家预警说 2022年2020年我们就讲 然后2021年我们说南海会变得很热闹嘛 所以有好多航空母舰会来啦 那我们也跟大家预测台湾会很热闹 或者第4次台湾会接纳线爆发了 所以台湾不但是热点 我们可以说台湾是美中争霸中的 热点中的热点 这样讲大概够强烈了吧 是我想既然是热点中的热点 当然想当然一定觉得这不能失去 既然台湾是在这次美中对抗中 热点中的热点 这个如果让回退来讲 美国更不可能或者放掉台湾 对对其实就这个意思 那问题是刚刚我们已经 从这些角度去讲了 所以所谓热点中热点就是绝对不能失去 绝对不能失去台湾 过去我们讲过这个问题 不过现在因为话题到这里 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再重新再说一次 也就是如果美国失去台湾的话 对美国会带来多大冲击 因为这样才看得清楚 就是台湾对美国有多重要 我觉得在台湾这些人会被这些粉红 或者粉红自己本身会被中共洗脑成功 或者粉红再出去再帮中共去洗脑其他的人 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没有看清楚 就没有真正看懂台湾对美国有多重要 你光看这个什么统计数字贸易数字 就是马上粉红就讲说哎呀 人家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那个做贸易 是你台湾多少倍啊 然后中国大陆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 你台湾是第几大贸易国 对 即便台湾是第十大贸易国 即便台湾跟美国的贸易量只占10% 我随便乱讲 即便只占10% 而中国占到30%或40%甚至更高 你觉得美国可以丢掉这10%吗 不太可能的 因为对他来说他损失十分金就是很大的 我如果说要我在两个当中选一个 我当然会这样选 但是对我美国来说我强大的 我两个都可以选啊 对他来说是这样 他是这样看问题的 他不需要二选一的 他是两个都可以选的 倒是台湾是要被逼得选的 这是没办法 好 所以第一就是从数字上来看 第二我们刚刚数了这晶片的问题 如果晶片真的像是 Ramond讲的那么重要的话 那美国绝对不可能失去台湾 第三我们再往前推论 如果真的失去了台湾 对美国会有多大伤害 什么叫失去台湾呢 如果中共打了台湾 美国来不及救 或者救不回来 或者挡不下来 结果真正丢掉了 然后美国无可奈何地松手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就是 亚洲各国很多会迅速 导向中国大陆 我猜南韩排得很前面 现在情况好看 日本可能排在最后 其他国家就先前后后倒过去 好 日本会排在最后 那么当各国或亚洲各国 先后导向中共的时候 那就是美国离开亚洲的时候 翻成白话就是美国失去亚洲霸权 这是第二个这个第二场景 第三个场景当美国失去亚洲霸权的时候 你几乎可以想像美国在别的地方的霸权 会削弱或者是失去 在欧洲 在拉丁美洲 因为中共可能都有力量进来 一带一路再往前推进 大家慢慢就接受就相信了 所以美国会慢慢失去全球霸权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见第四个重要发展应该是 美元的国际地位会大幅滑落 甚至崩溃 因为美金超发大家都知道 那么大家会相信一个超发的美元 其实相信两点 第一点相信就是 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是不错的 虽然我晓得它超发 我晓得它虚胖 但是因为它经济实力好 然后最后我要兑现的话 它会兑现的 所以我相信它这个国力 在背后支撑了这个虚胖的美元 那么如果说美国的国际地位滑落 我不认为它有这实力 去支撑美元的话 美元的地位就大幅滑落嘛 美元滑落一定成功升级会崩溃的 好 这是第四个发展 当美元在滑落 大幅滑落要崩溃的时候 大家就不能没有另外一个替代品 当然最现成替代品是黄金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相信另外一个货币 譬如说什么呢 人民币嘛 对不对 既然是中共在这个 在跟美国争夺台湾当中 中共争赢了 美国争输了 大家理所当然觉得说 中共国力比较强 我相信中共最后会支撑人民币 所以我去选择人民币 大家不要以为完全不可能 大家看到前几年 大家不是都把人民币放进 那一篮子货币里面来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讲说 人民币是或许可以考虑使用的 然后国际可以什么什么 可以放在这一篮子里头 或是做什么用的 大家不在想这事情吗 所以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地位 快大幅提升 当美元滑落人民币提升的时候 美国国内财政基本就要崩溃嘛 所以我们在说什么呢 我们在讲的就是 美国如果想清楚的话 它这个逻辑是站住脚的 也就是我丢掉台湾的话 我不只是丢脸 我不只是输给中共 我会离开亚洲 我在国际地位滑落 最重要就是我的美元会崩溃 我的经济会崩溃 这才是最大问题的 是老师这跟你讲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挑战一下说 老师你讲太好了 这一集我一定解你这一段 放给大家看 老师讲的没有错啊 就是如此这一段的好精华 他们可能老师马上会收到对岸的热搜 可是我觉得里面倒有一个重点 你们还没有结束 老师有谈到价值观的捍卫 纵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原则 你不要这样讲 难道中共没有为了中国 再做许多不仁不义不好 只是为了他的霸权吗 所以这个是谈到国际现实上 人的本性 但还是有一些崇高一点的中性的 也就是老师前面有提到价值观 这点倒是不是请老师 可以帮我们做一下补充 对对这个东西你要不提 我刚刚想想也应该补充一下这一点 对我们前面讲到说美国跟中共争执 其中是一次价值观 其实我们看到价值观对人类 对人类来说都非常重要 不要说对国家 每一个人大概就是你从生产 到比较懂事之后 你慢慢就形成一个价值观 你用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不好的 你有个是非善恶的判断 那么也就是说你对于你作为这么一个人 在这事业上你觉得说你要如何安身立命 其实你不要说个人 国家也是如此 国家当然不说我如何安身立命 国家讲的是什么 我立国的原则或立国的基础 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讲说每个国家在这事业上 都有要安身立命的基础 有些国家是以佛教立国 有些国家是以天主教立国 有些国家是以人权立国 有些国家是以宗教自由立国等等 美国国家不同的这个立足点 中共是以共产主义立国 到现在为他这点并没有改变了 不管你说表面上变了多少 但他最后相信一党专政 相信共产党政权绝对不能失去 这点是事实对不对 这个东西我们是不用争执的 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 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古往今来的很多战争 其实是价值观战争 有的时候表现的是宗教战争 有的时候真的是价值观的战争 这两者可以相同 可以相合也可以分开 那么也就是人会为信念而作战 或是人会为信念而牺牲性命而再说不惜 很多时候不管怎么样 当一个人真正为他的信念 去牺牲性命的时候 我们多少是尊重他的 我们认为说这个人满了不起的 他居然会为这个信念而牺牲 他这么重要最珍贵的这个性命 我们觉得说很了不起很特别 过去几十年那个世界上的一个主轴 国际政治主轴是冷战 冷战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民主跟共产的对抗 好那么这对抗搞了50年 经过我们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苏东坡 最后看起来是结束了 然后共产政权瓦解了 共产集团瓦解了 可是瓦解得并不干净 也就是留下了一些国家 除了留下了我们讲说现在中共跟北韩之外 我们上次上几次也提到嘛 苏东坡经过苏东坡 然后民主化的这些国家当中 有些后退了嘛 就民主后退了 我们举的例子一个是俄罗斯嘛 一个是白俄罗斯嘛 一个是这个匈牙利嘛 这三个国家倒退了 那我们还论述就是倒退了 就民主倒退的国家容易爆发战争 虽然不是必然 但容易爆发战争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就是 原来是民主跟共产对抗 共产政权瓦解之后 民主难道就没有敌人了吗 有 民主敌人是什么是专制 它可以是共产 但它可以不是共产是专制 而问题是有些国家 既共产又专制还留下来了 比如说中共跟北韩好 所以这样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主题 就是说美中对抗 那为什么我在 你再问我第一个问题 美中对抗我就讲说 价值观对抗很关键呢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深深觉得 时至今日就人类有信实以来 四五千年 我们都始终觉得说 我们每一个民族每个人 都他自己真是一个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对来说 几乎或者跟生命是同样重要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今天如果真正相信 你所谓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相信这种普世价值的话 那对于谁要挑战这个价值 或破坏这个价值 我们就视为最大的敌人 过去我们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大的敌人 现在共产主义要大体消灭了 但消灭干净了吗 没有啊 因为中共还在 中共不但还在 而且中共看起来比过去强化了 他参加了WTO 然后经济实力成长了10倍 8倍甚至更多 然后他现在在各个地方 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各方面 看起来都可以挑战美国了 可以干什么了 对我们来说他就是很大的威胁 所以我们看到这点 就不能不注意到说 的确他一个应该是说 这个应该是我们时代的一个 我们这么说吧根本的挑战吧 也就是如何捍你我真正 这个珍惜的这个价值观 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然后怎么击败对他的挑战 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 真正最后最大的这个 这么一个使命吧 在这个意义上面 中共当然是专制的一个代表 那不用说了 美国你说他不完美 是不完美 但他毕竟还是民主的一个领袖 这里我们是肯定的 台湾是什么呢 台湾是在这波民主化浪场当中 挣扎出来民主化成功的 这么一个典范 那讲得少一点就是台湾 自己民主化成功了 讲得大一点就是台湾是两岸 华人的一个成功的民主化典范 讲得再大一点 台湾是全球华人的 成功的民主化典范 虽然我们知道他有重大缺点 但他毕竟走到这一步了 那么也就是在这场历史的洪流当中 台湾毕竟是带着一小部分的华人 领先创造的历史 所以大概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 如果真的价值观的对抗 这么重要的话 然后台湾又是美国跟中共对抗的 热点中的热点的话 我们台湾人或者美国也必须看见 台湾的价值就不只是在今天或在半导体 台湾对民主的成就跟这种争事呢 他恐怕应该是更被大家看中 台湾人自己应该看中 所以在待会我们可以做两点结论 第一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面 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也不敢放弃台湾 因为如果我们前面论述 站着注脚的话 美国放弃台湾等于放弃了它的价值观 也放弃了世界领袖的地位 8月初的时候我们前面讲到 中共军事演习威胁台湾 大家说美国没有出手 我们说美国没有出手 反过来说美国如果真的没有出手的话 中共一定化眼熙为战争嘛 就立刻化眼熙为侵略就出手了嘛 所以我们会看见 俄国在打乌克兰的时候 中共打台湾 美国跟欧洲就真正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我们现在能看来见的 所以我们在提醒台湾的朋友们 得看懂这段历史 我们现在就在历史当中 不要回过头来翻看这一页才发现说 我竟然错读了历史 然后我竟然做了错误的选择 那个时候懊悔可就真的太晚了 当然所以从今天老师的分析 我想可以知道了 美国就自己的利益这个现实 我们也不回避这个问题 台湾非常的重要 这攸关跟它的一些联动 这真的不只是我们所说的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其实回过头来讲台湾有事 就是美国有事就是如此 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反问我们自己 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啦 就是说为什么你老是还在问美国 到底来不来 我在问大家是那台湾人站不站 当有人在威胁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为这件事情来捍卫 当有人要欺负你家人的时候 你会不会为这件事来说话 你老是在想的是 当这坏人来打我的时候 警察到底会不会来 当然我们期待警察要来 但是你又骂警察又疑警察论 怀疑警察论丑警察论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 台湾岛内其实自己充满了 非常多的矛盾啦 我还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认知清楚 我们当然希望今天的节目 就可以让你厘清 如果你是有一点恶跟坏 其实你知道但你就是见不得 台湾慢慢嘲笑民主化 你想要台湾失去这个好不容易 建构出来的一个民主奇迹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毕竟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 大家都认知得清楚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今天再次很感谢明居正老师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若希望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帮我们转传按赞 分享也欢迎大家的留言 那就再次感谢老师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各位政经最前线的好朋友们 我是主持人张宏林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记得打开小铃铛 掌握最新节目通知 让精彩评论不错过 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